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时报课堂,我是房逸池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正手对弓及基础动作 首先我们是站位 我们的两脚要略宽于肩膀 两条腿要微微的弯曲 重心移至前脚尖 上半身也是要有一个向前倾斜的角度 这样能保证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是有赢钱的感觉 然后我们的身体和手击球之前要进行一个拉手的动作 手是靠我们身体去带动进行拉手 通过我们的转腰 把手带到我们的身体侧前方的位置 侧前方的位置 达到一个转腰拉手让位的这么一个效果 对弓的时候我们转腰拉手的这个动作就不用那么大 拉完手以后 我们在挥趴的时候 动作要从身体侧面往斜上方挥至脸部上下就可以 然后挥完以后 我们跟着身体进行一个还原 回到原来的位置 给大家演示几个错误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腰不动 光用手 这样的动作会导致胳膊僵硬 然后实验场也会导致肩的受伤 然后我们的板形 是垂直微微的向下压 这样的板形可以让基础球的面更大一点 基础球更实一点 我们对弓的这个板面的击球点 要打在中间这个这个填区内 这样击打的球呢会更实 然后我们这个球啊 它是走的是弧线性的 它是落台起来再落台 对它是走这种弧线性的 所以说我们要找好这个球的弧线的规律 去赢前击打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这个点啊 身体的点位 一定不要离身体太远 如果离身体太远 我们在正常动作的范围内 是够不到球的 就会用手去够 这样的击球 是不稳定的 也是命中率 是非常低的 还有一种就是 球过得太多了 整个你的动作还没能做出来呢 就被顶住了 这两点 大家要记住 要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位置 大概在身体的斜侧方 有一点这种三角形 跟球身体球板 跟球是形成一个 大概是一个三角形的距离 根据你们自己去调控 只要不太远和太近 就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